最近,我們這個投顧業出了一堆的半仙 各位觀眾,什麼叫半仙你知道嗎? 就是專門幫人家算命的 而且還算得很準的半仙 這話怎麼講? 他們說他們早就告訴你們要保守 也就是說這一票人這一票半仙 他們早就知道馬英九跟蘇貞昌 兩個會像小孩子一樣怎麼樣? 開始吵架 然後台北股市上個禮拜五稀哩花啦跌下來 他們早就知道咧 各位觀眾,你們聽得下去嗎? 我想喔,當然股票市場是結果論 但是你們要去想 那個結果是真的很合理的預測發生的 大家沒話說嗎? 是嗎? 喔,就這麼湊巧 上個禮拜五那兩個人在那邊拼命吵 跟小孩子一樣 然後大盤就拼命跌 誰都知道 上禮拜五的大跌 是因為那兩個人在吵架 吵什麼問題? 吵核四的問題嗎? 所以是不是那些 所謂我認為他們是半仙的投顧老師 他們早就告訴過你的 你告訴我嘛 檯面上哪一個老師叫你保守 然後他在上個禮拜五之前就告訴你說 馬英九會跟蘇貞昌吵架 所以台北股市一天要跌掉170點 有沒有哪一個? 老船長,你很厲害耶 有些問題 我們還被怎麼樣 感覺上是懂非懂的 那些半仙這樣糊弄著我們 我們還真的以為他們好厲害 早就叫我們保守了 我要不客氣的講 當然啦 勝敗論英雄嘛 現在大盤 禮拜五的確是大跌下來 很多股票 像今天開盤還幹到跌停板 但是 那我要反問各位 禮拜五沒有那兩個小朋友在吵架的話 台北股市搞不好有機會再供9000啊 各位認不認同? 老船長,你這樣講 我們覺得很有希望耶 因為兩度叩關9000失敗 也可以來第三次啊 也不至於大跌170點啊 禮拜五啊 那就對了嘛 所以 人喔 你如果有智慧 人家在講什麼 你稍微過濾一下就知道 他們在尾後欄嘛 所以我說這些人是半仙 你聽得懂嗎 但是啊 他們不是一半兩半的半 那個半仙喔 他們是假半的半 喔 了解了 哈哈 那老船長 這樣 既然你的意思是說 這些人根本也不知道馬蘇 會吵架 對不對 大盤會跌170點 是給他們蒙對的 那現在事情已經發生了 應該要怎麼樣面對呢? 很簡單 我今天測標寫得很清楚 一 二 你選哪一種 第一種 把你的股票幹掉 換強勢股 第二種 你的股票繼續抱著 近代反彈 老船長這樣不對啊 現在喔 核四看起來喔 就算公投大概也是要廢掉啦 啊 過去喔 停建核四跌了一千多點喔 那這樣子怎麼辦 我跟大家報告喔 就算要停建核四 要廢掉核四 也要經過怎麼樣 公投立法這些 還需要一些時間 你看大盤喔 跟這邊巧不巧 這邊也是跌下來 一根長紅棒又上去了 對不對 這裡也是跌下來 一根長紅棒 你認為會不會上去 我們不要說會過前高啦 先不要看那麼好 有沒有機會反彈 老船長這樣看起來是有機會反彈耶 管他媽媽嫁給誰 先彈再說啊 有沒有這個機會各位再看一下 欸好像真的有耶 喔 所以叫你保守的人 他是叫你殺在怎麼樣 最低點的人 你一定要記住 你這個盤你千萬不能說 手上的股票殺在最低點 然後怎麼樣 不動作 這樣不行 你要殺股票 可以 你必須把你的股票 換成怎麼樣 強勢股 欸代表你手上 還有股票 或者是怎麼樣 你乾脆不要殺 你就靜待怎麼樣 你的股票反彈 那這兩種做法 都表示對後市 有一種反彈的期待 如果後市直接下去的話 那不必 那全部殺光就好了 對不對 老船長那搞不好 你又判斷錯誤啊 說不定後市直接下去啊 對不對 這個盤看起來好像很弱啊 這個盤落中後強 沒有錯 很多的股票非常的弱勢 但是你要不要看最強勢的股票 大立光再創新高 連發科再創新高 可成再創新高 華雅科準備來平新高 要創新高 你說你大立光太貴 可成 連發科也都是高價位股 你呢 換不下手 比如說我說第一條 把你的股票賣掉 換成強勢股 這個盤有沒有強勢股 當然有啊 如果這個盤都沒有強勢股 股王都倒的話 那不要去看反彈 了解我的意思嗎 那死光了嘛 可是散戶就會講啊 大立光太貴啊 連發科也很貴啊 可成也不想買太高價啊 但是華雅科三十幾塊 你總買得起吧 我舉四檔股票 都是創新高的超級強勢股 並沒有因為怎麼樣 合適 反合適的問題啊 而怎麼樣 平平破底啊 那他們就算是強勢的股票囉 那你把弱勢股票 換成強勢的股票 也是一種方法 當然你也可以等你手中的股票 反彈 總而言之你就是不可以怎麼樣 把你的股票殺在最低點 然後你盡待這個大盤崩盤 神經病 要死也有反彈波啊 如果台北股市啊 要走空啊 他殺下來也會怎麼樣 有一個逃命坡嘛 所以你的老師在這個地方叫你保守 他其實是很有可能害了你 因為你本來已經很害怕了 對不對 而他怎麼樣 其實這些人喔 我很了解 他們在抓轉折 你們聽得懂嗎 比如說啊 叫你保守 叫你保守 真的跌下去的時候 他說他是神啊 可是如果長上去 老船長怎麼辦呢 他裝作不知道 這樣的頭顧分析師 我看太多了 有本事 你就直接跟觀眾說 你會員的股票出清 然後你反手放空哪一檔股票 那我相信你是怎麼樣 這個地方看空 不要跟我講什麼保守啊 不要來這一套啦 我跟你講 這些喜歡搞模糊的人 就是喜歡騙的人 他們會見風怎麼樣 轉舵 那有本事你去空大力光啊 連發科啊 可塵啊 華雅科啊 嘎死你 保守啊 保守啊 大力光 聯發科 聯發科 可塵 華雅科 你說這是空投市場嗎 當然是多投市場啊 啊 今天也有970億的量啊 導播自拿掉 看到沒有 今天上漲 量沒有縮到六七百億喔 還是有970億的量喔 那沒有1000多億是怎麼樣 很簡單嘛 上禮拜五1000多億啊 很多人在上個禮拜五 就把股票砍掉啦 然後等什麼 等崩盤啊 我有教你們這樣做嗎 我說你要等這個盤 反彈上來 你再減碼 或者是怎麼樣 出清 我上禮拜五有沒有講 有嘛 結果今天有很多的250 一開盤怎麼樣 把股票殺在最低一點 收盤一看 他的股票全部拉起來了 有沒有 有沒有 你要出股票 你也等你的股票反彈上來嘛 我要交幾次 包括我的朋友 都會問我說 欸老船長 啊那個什麼股票怎麼辦 我都跟他們說 反彈 有反彈 就把它出掉 啊沒有反彈 你出什麼呢 我很害怕老船長 那你就慢慢的怕好了 既然我講話 你聽不懂 你可以再問一次 有反彈再出 很多的股票 連彈都還沒開始彈 你就怎麼樣 把它給幹掉做肥料 你就厲害 導播 進廣告 西林水岸名宅輕鬆入主 極美建設豪宅推手 信義規格一次擁有 即將圓滿銷售 把握收藏機會 極美越合 65至74瓶 五字頭驚喜下 鴨軸倒數 8811 3389 不是青蛙不下蛋 不是鴨子不呱呱 沒有錯 就是這道光 讓老船長 帶你乘風過浪 一路過五關 斬六將 打遍天下無敵手 你還在等什麼 02-2389-8689 02-2389-8689 古海茫茫千變萬花 多空趨勢如何掌握 其實您可以有更好的選擇 啟發頭顧卓越理財團隊 整合優勢資源 以領先實力和一流績效 成就您的財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選擇永遠只有一個 啟發頭顧 02-2389-8689 02-2389-8689 頭痛 請用五分鐘 去記聽 請用記聽五分鐘 五分鐘 五分鐘 快夠好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複惡是島塊 尋覓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最佳理打鼓也是擔用 我上半段節目講了很清楚 反彈先看大盤怎麼彈 如果大盤像上次一樣這樣彈的話 我告訴你 你們賣在這裡的都會去叫救護車啊 所以彈要怎麼樣 且走且看 我不敢講說一定彈到哪裡 但是你絕對 不可以把股票殺在最低點 你要殺股票 你必須要換強勢股來操作 否則你就給我乖乖的靜貸反彈 有哪一句聽不懂的打電話來我們公司問 我現在開始舉例 像這一檔 今天開跌停板合付 有沒有彈 根本沒有彈啊 你急什麼 你把它砍在今天的跌停板 請問一下 這檔股票從高檔跌下有沒有反彈 還沒有 沒有你急什麼啊 對不對 還有這一檔 這一檔殺下來抬通 反彈了沒 還沒反彈你急什麼 再一檔 殺下來殉舟 反彈了沒 還沒有彈 還沒有彈你急什麼啊 那老船長萬一又下去怎麼辦 所以你要觀察大盤嘛 大盤長這個樣子 短線還有機會怎麼樣 往上再走嘛 股王大力光再創新高啊 萬一明天禮拜二 他給你拉到 站上兩千怎麼辦 後面所有的高價股股都跟上來啦 那請問一下 台北股是走哪一條路啊 他可能就走這一條路喔 這邊兩個長得幾乎一模一樣喔 那老船長 那核四的問題 核四的問題 短線先反應過了 那接下來立法的程序也好 對不對 然後公投要怎麼投 照我來看最後大概就是 核四就是不能夠啟動 就這麼簡單啦 因為在台灣 反對核四的人 四分之一一定有嘛 那你民進黨的版本是25%嘛 對不對 應該有機會過嘛 這個他們應該都經過精算的 那也沒有關係 核四停就停嘛 反正 電費到時候會漲 今年夏天 電費應該就會漲 漲的時候 你贊成 把核四廢掉的人 就把嘴巴閉起來 你就不要挨 這就解決了嘛 對不對 你又要反核四 然後又不准電價漲 神經病啊 對不對 像我 我如果覺得反核四 對 核能對身體很不好啊 核災很可怕 不要不要核四 啊王老師 電費漲一點好不好 漲沒關係 我無所謂啊 我們就是講道理的人啊 最不講道理的就是怎麼樣 核四他也要反 然後漲電費他也要反 各位觀眾你們覺得這樣可以嗎 當然不行嘛 那麼最近也看到一些 哇大家很熱情啊 把馬路都佔領了 那人家那個 上下班的人都倒楣啦 對不對 這讓我想到這個 民主與法治 我們從小就被教育 我們是民主國家啊 我們要投票 對不對 但是喔我們跟美國的民主有什麼不一樣 各位知不知道 美國的民主是建立在法治之上 所以你去美國 你要遊行 你要抗議都可以 他畫一個區域給你 超出他就拿棒子打死你啊 因為美國人他是怎麼樣守法的 他認為民主可以 就是要怎麼樣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之上 好比說美國的參議院 你的學生去包圍看看啊 你可以跑進去把他佔領嗎 這個在美國我相信是不可能發生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還要加油 台灣現在有很多地方喔 要民主 但是法治的精神還不夠 我覺得要去尊重別人 你要抗議可以 但是你留一條路給人家走嘛 那人家上下班的對不對 可能靠這個生活 靠這個吃飯啊 是不是 要大家彼此尊重 台灣有時候就是太民主了 你知道嗎 變成是怎麼樣 高興怎麼樣就怎麼樣 我覺得這樣子也不好 這樣子反而容易怎麼樣 造成對立 那你如果真的覺得這個政權不好 麻煩你用選票 來把它怎麼樣替換 馬上七合一就到了嘛 對不對 票通通都投在野黨嘛 對不對 既然都不喜歡執政黨 那也OK啊 沒話講嘛 因為這個民主就是選票嘛 看看誰的票數多嘛 是不是 大家不要太過激情啊 而且有很多時候是被政客利用 你們要注意喔 很多的政客 他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啊 不要傻傻的 那我們把這些東西 投射到股票市場來 你看上禮拜五有多少的股民啊 損失慘重啊 那這些股民都該死嗎 對不對 不能夠這樣子去看問題 那麼核能其實是不好的 這個核災很恐怖 這個我完全贊成 老船長舉雙手贊成 但是要怎麼樣來廢核市 不會影響到台灣的經濟 我覺得大家要冷靜下來 好好想一想 不要一昧就是我 我就要怎麼樣 那後面會造成很多的問題出來 比如像電子股啊 很多是大量要用到電的 對不對 在這個製造的過程中 那今年夏天電費鐵定漲 那毛利率怎麼樣 又衰退 衰退股價又跌 股民又倒楣 對不對 到時候我們再來說 那麼現階段 我還是希望大家 這個核市最激情的部分 現在先反應過了 你就是遵照 我給你的這兩個建議 一個呢 換強勢股 一個呢 怎麼樣 近代你手上的股票 反彈 老團長如果手上股票沒有反彈 怎麼辦 那就看你當初選股 如果你選的是基優股 對不對 它的高值率率的 有配股配息的 我講難聽一點 丟在那邊不要管它嘛 你選的是中環萊德 那很抱歉 那就沒辦法 你選友達 這個群創 那沒辦法 那沒有配股配息的 你去選了以後 如果一旦套牢之後 那你就不要怪別人 對不對 像我剛才前面舉的幾檔股票 他們還沒開始反彈 很多人就把它殺在最低點 對 那他講難聽一點 他們就算未來不談好了 這些都是基優股耶 配股配息都比定存好很多 所以要不要亂砍股票 不要 要不要太擔心 也不需要 當然你用融資丙總買的 我上禮拜五就講過了 你個安天命 誰叫你要融資跟丙總買股票 你不要去怪別人 還有股票在跌的時候 不要怪東怪西 很討厭 我有些會員 股票一跌 套牢就開始念東念西的 我都點名做記號 尤其特別會員 下一次就最後一個通知 賺錢的時候都不打來說謝謝 一套牢的時候馬上 我當然給你做記號 我還給你客氣啊 對不對 做股票要有品 如果輸不起你就不要做 對不對 輸不起你就不要參加會員 很簡單 我們從來不騙人的 對不對 我所有的會員股票 要不就換強勢股操作 要不然就近代反彈 我只有這兩種策略 本人節目內容說謊不實 請觀世音音菩薩作證 我願意下十九成地獄不得好死 到今天我一路走來死中如一 我絕對不會跟你說 哎呀我早就告訴你們 這邊要小心要保守 你們不要相信那些鬼話 因為那些人早就知道 馬英九跟蘇貞昌會吵架 從十點 上個禮拜五十點開始 一路跌 他們一路吵 那些頭顧分析師 他們早就都知道 他們早就知道 會有合適的問題 你們相信嗎 如果你們相信這些鬼話 代表各位的智商 在一百以下 很好騙 還有些軟體指標 早就可以預告了 遇他的大頭 所以我們現在 最後節目要結束之前 我讓各位好好的想一件事情就好 如果上個禮拜五 馬蘇沒有一路吵架 如果上個禮拜沒有核四的問題 請問台北股市有沒有機會 佔上九千 也是有機會對不對 所以不要再相信那些鬼話 尤其是空頭總書令喔 你們再相信他的鬼話 你就一直把你的股票賣在最低點 如果台北股市這次給你來一個怎麼樣 意料之外 反彈 而且往上過新高 我告訴你 那一些叫你們保守的 還有空頭總書令喔 他們一定會變得很快 他們說他們手上股票都怎麼樣 賣掉又買回來了 我跟你講喔 他們就是這樣在玩的 你們會被他玩死 其實台北股市本來是走多頭走得好好的 那這個中間當然會有一些殺出陳咬金啊 但是你們要懂得去面對 你千萬不要亂的正角 我測標寫得很清楚 好 那麼先度過這一關再說 反彈上來 減碼或是全出之後呢 接下來你再鎖定我的節目 我再告訴你會怎麼做 我是最貼近喔 股市的真相的人 其他節目你看表演漲停板 還在表演漲停板 說他早就知道了 叫你們要保守的人 繼續再這樣鬼扯 那請問大力光 如果要聽他們的 那大力光怎麼辦 2454連發科 2474可乘 3474華亞科 這四檔股票創新高 如果要相信那一些 叫你保守的人的話 那這些錢是不是都賺不到了 你聽他們那鬼扯蛋喔 我講難聽一點的 不要在那邊炒痰啦 不要把疊的股票拿出來鞭屍 你反而要告訴各位觀眾 那有很多都是黃金買點耶 反彈上來 他們說他們都買回來都有了 你要不要死給他們看 老船長今天看完你的節目之後 發現那些兔仔子真的是如此耶 你不相信你每一個人節目 你給他看嘛 內容完全被我預告命中了 我不騙你們啦 只有我 敢對觀世音菩薩發毒誓 就著我自己喔 有第二位我退出頭顧業 我等了十幾年沒有第二位 檯面上很多人都說他打死不騙 還有人裝的衣服怎麼樣 他是聖能都從來不會騙人的 那一種你要小心騙得最兇 今天感謝你的收看 記得我告訴你的兩種操作策略 明年同一時間 我們再會 拜拜 給孩子健康自然的環境 給孩子健康自然的環境 讓他生活無憂無慮 老實說大家都檢能檢看外地窮 所以家裡裝修我都選擇綠建材 在家就好像在大自然裡 耶 我家都綠建材 選擇綠建材 樂活好住宅 不是青蛙不下蛋 不是鴨子不呱呱 沒有錯 就是這道光 讓老船長帶你乘風過浪 一路過五關斬六將 打遍天下無敵手 你還在等什麼 02-2389-8689 02-2389-8689 你是要消極的等待機會 還是要積極的創造獲利 使他平庫當年啟動至勝的關鍵 發現財富的鑰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選擇 咨詢在線 02-2389-8689 02-2389-8689 古海茫茫千變萬化 多空趨勢如何掌握 其實您可以有更好的選擇 啟發投顧卓越理財團隊 整合優勢資源 以領先實力和一流績效 成就您的財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選擇永遠只有一個 啟發投顧 02-2389-8689 02-2389-8689 我是趙小龍 我是李錦光 小龍的媽媽 國民黨台北市議員初選民調 請您唯一支持趙小龍 設計幫地球寫日記 環境氣候就跟人一樣 都有著屬於自己的脾氣 與他們朝夕相處的我們 你看見到他們的情緒了嗎 世紀不再分明 天氣的變化難以長透 暴雨溫差忽冷忽熱 整個地球都快受不了了 我們面臨的是一個 越來越艱鉅的環境 希望大家也可以一起 一起朝向關注地球的角度 去改善我們居住的環境